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雲兒 一開始你可能覺得這個工作你就是只是開心一跳 但後來的時候你會發現 你的所有的呼吸 所有的情緒 你會跟著現場的人 可能電視機看一下起來好像沒什麼溫度 就覺得 喔 只是 喔 幫我全雷打啊 但其實你們來現場看的時候會覺得 天啊 只要當他們就是可能得分了 然後現場的方式很大聲 即使你在應援你的就是 手上的記憶筆的答案 都會瞬間這樣 綻放起來 會在休息室 或是在晚上的時候 會讓自己沉澱一下 因為你不可能把這種負面的情緒 帶到去應援廠上 在應援廠上你要展現的是一個 熱情 活力 然後給大家就是開開心心的一面 在你準備要上應援台前的時候 我個人會就是 深呼吸 吐氣 好 我今天要加油 把你的情緒先拋開 等你工作完之後 你再去想你那時候的 不好的事情 你該要怎麼處理 或是你去處理自己的心情狀態 因為其實我覺得女生打籃球 對我來說是一件很厲害的一件事情 因為不管是體格上 或是其他的可能技巧上 可能或者是體力上沒有像男生來的時候 這麼的就是素質這麼好 應該這麼講 所以我覺得說 女籃如果這樣打起來 會不會是有她們一些的 就是需要去克服的地方 這我覺得我覺得以後我們如果有 認識到專業女籃的籃球員 我覺得我都很想要去跟他們去了解這件事情 不管是任何領域的人 我覺得我們都還是在為自己的夢想而努力 所以不要因為一點挫折 或者是一點可能身體上可能剛好受傷了 而放棄你的夢想 夢想是支持我們最大的動力 所以我們要打敗困難 然後努力往你最想最想去的最高殿堂去 加油 女孩上場了 加油加油